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時報的周中俊昌 今個禮拜本身都要在外地工作 所以都打算做不到周中俊昌 不過見到油價和金價最近有些重要消息想和大家更新 所以都錄了一集 主題油價有三個變數,金價要留意兩個位置 說了油價,其實鑑於油價的高期 上個禮拜美國叫停了一個3月啟動的 戰略石油儲備補充計劃 這個計劃目標是補充300萬桶戰略石油儲備 與此同時,其實上個禮拜的EIA報告也顯示 美國在補充這個戰略石油儲備方面 其實是方萬狀 按週只是增加了59.1萬桶 這個數字其實是自去年 即23年12月15日以來最低的 亦都表示了,我想美國政府的態度 就是可能上升到84或85樓上 它就會放緩 放緩多少呢? 這個未確定,可能要看一兩個星期的數字 才會比較清晰一些 與此同時,技術上 其實我們看見 右加一路突破了阻力位 跟著MACD出現黃金交叉 之前一路有和大家保留 但最近看到上星期五 衝到87.5美元每桶 就開始比較急的回落 做了一顆十字星 而其實它的聲勢是有點過激 遠遠升穿了上升通道的頂部 亦都看到RSI 是衝到70樓上的 禮拜日我在電視台有說到 另外一個電視台有說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但我相信有聽到的朋友 都會有買油或賣金 看看 比較合理的話 通常這些行程 就要回到上升通道的入面 到中族才開始有支持 具體來說 短期的中族大約是83美元 而究竟回多回多快 就要視乎地緣的證據 以及EIA報告 今晚十點半 即是星期三晚十點半 就會有EIA的出路 這個我都會看著 另外就要說金價 其實看到近日 我就很早說 看好黃金 近日因為金價不斷破頂 即是升到很多人都不相信 或者很驚訝 亦都有些新聞開始報出來 有關央行的統計數字 第一個最多人說 就是中國連續17個月 即是中國央行 不是說整個國家的進行 即是外衛儲備的層面 即是外衛儲備的層面 就連續17個月增持黃金 而印度和哈薩克斯坦的央行 在二月份都各自分別增持六噸 中國的數據其實就近些 去到三月底 但是如果對比2023年 中國央行全年增持了大約225噸黃金 今年頭三個月加起來 都是27噸 即是整個增持的速度和幅度 是方緩了很多 計算一下 大概只是上年的一半左右 放緩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外匯的盈餘 即是新拿到的美金 不是每個月都一樣 而美債到期 就會有美金回來 到期的月份和時間 也都未必是一樣 這兩個的確都是一個潛在的原因 但是畢竟三個月 都已經不是一兩個月的異數 可能都是一個短期的趨勢 那我自己會看回 美國今年其實減息的機會 是逐步下降的 而見到 持有一年期以內的一些 美國短期的國債 其實這個回報是有5厘 甚至最近見到 也有些是去到5厘3 5厘4 變相其實這是增加了 拿黃金的成本 即是拿美債 好像 起碼在這個時期 是更加吸引一些 所以見到 我自己看 金價去到 踏入第二季 其實很難 好像第一季 即過去兩三個月 升得緊急 我是有些保留的 當然 好那方面 就是說 可能在民眾的層面 包括中國 美國 甚至其他國家 見到金價升了 民眾的消費 那個需求 是可以彌補到 央行放慢的 這個是有機會的 所以 不會說看得太差 只不過 只不過說 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數實際是怎樣 是一個相對比較未知的數 而地緣政治是否繼續升溫 這些都會影響黃金的價格 如果真是中東 或者不知哪裏 有更加大規模 即是俄烏的衝突的話 其實金價就很可能再推上 我自己看第二季是大型的區間上落 下面支持 看看之前的底位 2150 上面的話 其實 因為變數比較大 我自己就會看2500 美元每盎司 即是這兩個分別是重要的 即是區間的支持和阻力位 都希望可以繼續和大家不斷更新 都盡量會繼續抽時間和大家分析情況 下個禮拜都依然是有些要去外地工作 希望看看到時情況 整理資料都需要花費精力 希望大家可以來這段影片 給點鼓勵和支持 有什麼疑問或建議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